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北边的活动 虽然我们的附近有时候有一些零零星星的云层 但是北边的降雨的云层都是在北边活动 南边这一块比较没有云的 就是高气压 然后它的气流吹过来都是偏南风 所以说在高气压 偏南风 温度高 天气是稳定 雨非常好 零零星星的都是一些午后正雨而已 紫外线就非常强的 你看看这是今天的实际测到的最大值 全台湾各地方几乎都是在危险级的 现在的紫外线都是很强的 所以说户外活动 中午前后这一段时间 11点以后一直到下午2点之间 千万要注意到防晒 那么当然天气方面 最主要影响我们的当然就是高气压 偏南风 未来这一段时间 不只是说未来明后天 甚至于一个礼拜 甚至于10天 我们通通都是在高气压 偏南风影响 所以说天气每天都是非常热的 那么在北中部的地区 都市地方都超过32度了 最热的地方是南高屏 比较靠近山区内陆的地方 甚至于出现35度的非常酷热的天气 我们看看明天 明天礼拜六滋留风在这个地方 那么封面跟今天来比 倒是会稍微下降 今天位置高一点 明天位置往南边移了一些些 所以说礼拜六还有礼拜天 这两天滋留风位置是最近 让我们的云层更为靠近 所以说午后阵雨的机会是比较多的 北部的地区 山区 其实都有午后阵雨的机会 到了下礼拜一以后 这个封面你看又往边抬上去了 礼拜一是如此 礼拜三也是如此 一直到礼拜五也都是如此 所以说我们的未来天气 那么都是属于在高气压 偏南风影响之下 天气通通都是热的 所以说我们提醒 未来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是 因为天气非常的炎热 天气又非常的晴朗 防中暑防晒 各地方通通都要注意 另外金马西台会容易有误 空气品质也是非常的不好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些很热 炎热的天气 今天的气象 好吗?